你怎么着,你欺负我弟弟我打不得你啊,这事告到衙门里去,我们人家也是有道理的。 夫君,你拿着这个,如果想发脾气的时候就看一眼,我切手刻的字。 果然,任荣常看着手中的忍字,愿将竹片贴身收好。 你听我的话吗? 任荣常点头,宋就放心了,于是伸手摸向丈夫的腰间,将他的砍柴刀给摸了下来。 去修路用不上砍柴刀,你一定要记得我说的话,那些人是官柴,不是咱们村里人。 关道上,任广田被修路的管事叫了过去,原来是他三弟把人推倒在地上,对方受了伤。 任广田看着三弟握紧的拳头,赶紧上前小声说道, 把你怀里的竹片拿出来,三弟戏咋交代你的? 果然,任广田一句话,任荣常的拳头就松了。 他是怪物吧,一掌就把我推出老远,不仅是怪物,我看还有病,病都不轻, 我在旁边做事做得好好的,他干嘛要推我呀? 我看到了,人家老三挑担子,这位码石头,结果他怪人家老三做事太快, 他忙不过来,就故意将担子给掀了,让人家老三把石头捡起来, 然后老三就推了他一把,他就赖上了。 任广田立即变了脸色,到底在城里做了这么久的大师傅,见过世面。 既然是这样的话,那就得好好掰扯掰扯了, 这意思是做事情快了还有错了,他先扔担子在先, 要是放我的脾气,我一拳把他打残了不可。 管事本来觉得这人家老三有些奇怪,不说话, 也不用正眼看人,自然是看不惯的。 再瞧瞧眼前的人家老大,也是个厉害角色,不好欺负, 管事忍着没有开口。 你做事太慢还有理了,你现在当着我的面再说一遍, 这事到底谁做了? 那汉子没有想到任广田敢当着管事的面出手, 原本想着人家老三闷不吭声的好欺负, 没想到这老大不好欺负。 你放手,你想打我吗? 打你怎么着,你欺负我弟弟我打不得你啊, 这事告到衙门里去,我们人家也是有道理的。 成了,这事是你错在先,给人家兄弟道歉, 人家老三做事快,我安排两个人码石头, 你们好好干。 张虎汉子不得不向任广田道了歉, 管事跟着任广田来到一旁, 任广田从秀里拿出百个大钱塞到对方的手中。 我家三弟没别的,就是做事太勤快, 还老管事大人多担待。 还真没有遇上这么会来世的庄护汉子, 管事立即露出笑脸。 你放心就是,以后你们兄弟二人不会吃亏的。 接下来几日,兄弟两人在工地上都很安盛。 这日晌午时分,新修的官道上来了一辆马车, 众人都忍不住停下手中的活气, 悄悄摸摸地打量。 这是哪位贵人来工地上巡查的吗? 然而,马车上下来的却不是来巡查的官员, 而是一位美艳的女子, 长得容色归丽, 穿得衣裳滑贵无比。 管事心头忐忑地上前问情况, 才知道这位是安城贵人府上的。 来的这位正是朱淑文, 自打国师在他院里摆了一个桃花镇后, 他就桃花不断,这会儿更是打扮得漂亮, 找到工地里来,就是奔着任戎常来的。 朱淑文亲自提着石盒来到任家兄弟两人跟前, 任戎常看了一眼, 却没有马上收回目光, 倒是头一回能多看他一眼的, 看来是桃花镇有了效果。 任广田立即反应过来, 他连忙看向自家三弟, 这个女人认识老三? 这位就是人家大哥了, 其实我与荣常曾有过一面之缘的, 说起来咱们还是亲戚关系。